接下来这样的行径也是不可取 这是南投一辆改装重机 恶意的拔掉消音器经常在夜间骑程 所以刺耳的引擎声经常让居民不堪其扰 也因为它的速度太快 警方难以跟上 追起两个多月的时间 好不容易是趁着骑士在便利超商买东西的时候 警方才终于将它逮捕归案 警车追车一转眼 红色重机就消失在车阵中 只闻引擎声不见车影 远警大街小巷来回寻找终于又发现踪迹 诶 重机就停在便利商店前面 骑士似乎入内购物了 警车立刻横挡在重机前 等到骑士一现身 远警一涌而上将他逮捕 就是他21岁的张姓男子 在货运公司工作 向朋友借来这部改装重机 总在夜深人间时飙速 发出的噪音让在地居民不堪其扰 红色重机引擎CC数达到929cc 加上消音器被拔掉了 每吹一次油门排气管就像这样 发出熔熔巨响 高时速让警方追不上 因为装的是位扫车牌增加追气难度 就夜间制造噪音 经常在这个普里地区来行驶 然后还发有制造民怨 这部嚣张的红色改装重机 近两个多月来 在南投普里地区高分被标速扰民 现在被以卫造特种文书罪移送法办 当地居民总算能安心入眠 周年新闻卫绍宇南投采访报道